我們看到這題目 設A B 皆為某個語集的指集 則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那麼這是多選題 那麼首先我們可以做這個圖幫助解題 首先A的選項 A包含於A交集B 那麼這敘述是錯誤的 應該是改成這A交集B 是包含於A 這樣寫才正確 接著B的選項 這A插其B的元素個數 是等於A的集合元素個數 減掉B的集合元素個數 那麼應該是錯誤的 因為A插其B 是這個部分 所以呢應該是A這集合的元素個數 去減掉A交集B的元素個數 所以呢在這地方是錯誤的 這裡要正確的話應該改成這N 這是A交集B 這樣才正確 所以呢B選項是錯誤的 接著我們看C這選項 A與B的補級的交集 是等於A插其B 那麼A集合在這裡 那麼B的補級呢是B以外 所以呢重疊區域是我們畫斜線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C的選項是正確的 接著我們看D這選項 如果A包含於B 則A插其B 是等於空集合 那麼我們很快的重新畫一下 如果A包含B的話呢 我們可以畫B 然後把A畫進去 那假設這外面還有就是雨季 那麼這時候A插其B 那麼我們把A集合裡面的元素 屬於B的都拿掉 那麼就會變成沒有了 因此呢等於空集合 這敘述是正確的 接著我們看E這選項 如果A包含於B 則B的補級是包含於A的補級 好 那麼來看這正確的 因為呢B的補級是外面這一塊 但是A的補級呢 是除了外面這一塊以外 還包含這個部分 所以這集合是比較大的 因此呢 這B的補級包含於A的補級 這是正確的 所以E的選項正確 所以呢我們這幾個答案要回答 CDE 這個答案 有的話 請問我們 感谢观看